在外地人家照顾你 在人家里吃和猪 你现在人家求你借一点钱 你这 这个那个人家不结婚吗 我这个联邦那个 美食不想做 排雷我来做 大家好 我是熊二 今天我又来了啊 我老爸呢 今天想吃点这个猪蹄子 然后呢 我到老周队呀 买几个猪蹄子 今天给他清炖一下 这么好的菜呢 肯定不能缺酒 对不对 你们都知道我爸喜欢喝酒 然后呢 网友又给我介绍了一款这个酱香型的酒 这个汉台汶尘 酿造人是这个王正贤 与茅台八县齐名 也是这个三毛传承人之一 今天我买过来给我爸品尝一下 我花了一百多块钱给他买个五个超大的猪蹄子啊 呃 今天做一个清炖猪蹄 给我老爸吃啊 这个大厨的手艺啊 不能荒废 咱们马上开干 把浮沫给他弄掉 然后清醒干净 现在猪蹄子贵得很 现在二十多块钱一斤 我爸喜欢吃这个 我都给他弄几个 然后放入电饭锅 现在给他下入桂皮八角香蕴 还有生姜 去腥的啊 然后加入料酒 去腥啊 多了一点 加入食盐 盖上锅盖 看我给他炖两个小时 猪蹄子出锅了啊 兄弟们 哎呀 这尝尝这软烂啊 看到没有 哎呀 你看这汤 炖得非常烂啊 今天 哎呀 我爸喜欢吃这个 今天让他多吃点 哇 这个猪蹄子炖得非常的到位 非常的软烂 没有添加任何什么东西啊 我们就是原汁原味炖的 这个是蘸料 酱肉的加蘸料 我这管几个又拿了啥酒 管笑人来嘛 这除了 除了买酒给你喝 还能买酒给谁喝 这个是 也是贵州产的酒 我看 嗯 给 你看 汉台汶城 酱汉酒 嗯 春八年 八年了 贵州汉台酒业员 嗯 真真酱就吃了 老婆说腿在这儿不错 来 我给你倒倒 你尝尝 老爸你看 这个酒倒出来的酒切 真顺啊 能顺着酒切 酒花也好漂亮 这么酒都不散 确实是好酒 真不赖 来老爸 我这给你一杯 你看喝个什么感觉啊 喝个什么感觉 这个酒喝成是 口感比较浓厚的 酱氧味很浓 葱子 葱子也很粉不辣嘴 不辣嘴是吧 对 你也想喝你多喝点 咱说你吃了这个 你吃了这个 我给你拿个刀去吧 我给你拿个刀去吧 我给你拿个刀去 我给你拿个刀去 我给你拿个刀 我给他收拾 你钱都不认了 行不行 兄弟们 文雅一点 看 像吃牛排这样还能有 这猪蹄子炖的很嫩 老板一蘸的酱 这是我们自己调的酱 而且猪蹄子 我炖完之后 我炖完之后 我又给他放了一个小时 这个味道现在已经炖了 现在已经有焦劲了 我看这个原味是什么味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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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了喝 你多喝点 这个酒大压给喝你的胃口 酱油的酒都好喝 这个胃口 对味道 关键是不辣 什么的辣不辣堆 不辣堆 不辣堆是吧 好 你吃完所有的光 你吃完所有的光 我以后都给你报一个 你来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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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进去一杯了吗 我吃准备的吗 你吃吃饱饭 我就吃你吃饱去 这个酒 这个酒 这个酒喝过之后 酱油味感觉非常的浓郁 这个酒 还是朋友给我推荐的 以前我还真是没管住过这个酒 估计他选择不到味 这个酒可以了 是很好的酒 喝起来很舒服 还不上头 是吧 嗯 他给大家没个事 你要喝你就喝 那我再给你买 嗯 又不出去 大家不出去开始 嗯 嗯 嗯 哎这话 刚才我忘了给你说的是 那老表 就给我打电话 先去的时候 他说的 他做什么 给我借两万块钱 嗯 嗯 我拿的那些钱 他不就要问问你 给你借点钱 那咱们 我找你借两万块钱 我拿的钱 你不是 借两万块钱干啥呀 干啥一万 他开个店哪个是 他不是开的 原来有两个店吗 你妈还找咱们借钱开开 我也那么多呀 那几个上午我打电话几个 那可以放这儿还吗你 他店主传过来 妈也都还给你 嗯 两万块钱 你说多也不多 说少也不少 我这一个人几下会儿 都快半年 咱们就半年的工资了 你也有 你都借给他 在外地 人家还照顾你 在人家里吃喝喝酒 是 人家 可是什么什么都没讲吗 你现在人家求你借一点钱 你 这 这个那个的 人家不借我吗 我这个联网那哥 你实在不信给他拿个 八千块钱 本来就没有钱 你这个不是想忘了 那夫妻事件 你本来市场就没有钱 你 我市场就费这钱 我拿我拿了自己的钱 都拿给他 完了你看我拿了把钱给他了 我还 还能想忘了夫妻吗 是不是不是 我带有钱 有钱不借给人 叫忘了夫妻 可是这 你实在本身就没有钱 你觉得吧 你最少给他借给他 一万块钱 你要不然这么说 你不借就算 我自己买我去做 一万五千块钱的 你做什么呢 你自己想办法我做